今年的台湾设计师周邀请了国内外近三百位优秀设计师展出 其中还有近三年有到米兰参展的设计师 展出一共三十件作品 台湾的声音团队就将扩增实践应用在导览上 科技结合设计展现更多未来的可能性 这件作品上半部仿造明清时代的椅子造型 而下半部则是搭配夜市里你我熟悉的塑胶圆灯 两者巧妙结合 这是设计师吴继如的作品圈灯 一个是生活中的经典一个是历史的经典 那我把这两个不一样的经典结合在一起之后 变成另外一个有趣的物件 以前是有钱人家或是当官的家里会放一堆 所以它是代表是一个地位的象征 那下面这个椅子其实代表的意义是说 我希望大家可以正视我们的生活 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太常见了 常见到你 污略到它 台湾设计周邀请近三年到米兰参展的设计师共计近三十件的作品 让我们一窥台湾的创意实力 台湾软机品牌设计研发扩增十经的声音实验室 民众站在不同的定点上就能感受不一样的音乐 甚至可以利用手机APP扫描特殊图卡 透过荧幕看见更多资讯 而这项技术未来还会有更多互动功能 像我们透过手机就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导览 那因为你手机里面会有你的语言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如果你像是台湾人或是日本人到了可能国父纪念馆的时候 你只要看到这个建筑 我们一样就可以做声音的导览跟介绍 那在博物馆也是 然后像一些作品展 其实都可以做这样的互动 这是加拿大设计师团队的装置作品 利用当地暴雨后倒下的山树木 以及回收铁料拼贴而成的作品 这些颜色这些颜色 represent the watchmen in native culture in Canada they're the guys that have the little hats like these they watch over the environment and nature so for me that's kind of what it represents is like they're watchmen but they're kind of dancing in their fun forms 设计涵盖生活中的不同面向 有设计师就回收机车座椅的皮料 制作各式的皮件 开创再生时尚的概念 一年一度的台湾设计师周 让创意无限延伸